剛剛過完情人節 轉眼間白色情人節又到了 根據日本傳統 是男生向女生回禮的時候 火鍋店老闆全哥 平日喜歡做幾美 這次他為白色情人節 設計主菜和甜品 男士們是時候大獻身手 首先全哥先製作餐廳 經常看到的芝士翠片 原來只需要用牛油茶碗底盤 再將芝士放入已經 預熱200度的焗爐 焗10分鐘就可以 在等芝士翠片途中 可以先將龍蝦去肉 給大家一個小貼士 在處理龍蝦之前 可以將龍蝦浸冰水 保持肉質爽口 煮了些殼後 我就會用這些殼來弄乾 所以我就會剪碎的 等它會炒 不要忘記 要將蝦頭的膏拿出來 在燙鍋用中火炒香洋蔥 加入龍蝦殼 來炒過之後 加入白蘭地、雞湯、紅蘿蔔、西芹 百里香和月桂葉 滾後可以隔渣 然後再翻滾一次 今次加入忌廉、黑松露油和黑椒備用 這樣我們會準備一支筷子 因為龍蝦肉一炸的時候 它就會軟成一塊 我們做起來 切出來就沒那麼漂亮 而剛才拆出來的龍蝦肉 就可以用柱子吸乾 再用鹽和黑椒調味 再氧炸粉 下油鍋炸熟之後切片備用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開始準備意大利米 先將洋蔥炒熟 加入意大利米、白酒、雞湯 煮到差不多有六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這個龍蝦的湯 但要記得留在一半做最後裝飾 等意大利米已經有八至九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加意大利花西 將飯放上碟之後 我們可以將焗氣的芝士翠片和龍蝦放上去 然後就做最後一個步驟 將剛才剩下的湯再次煮滾 用攪拌器打到鹹泡之後 再放上龍蝦飯和加黑胡椒 就大功告成 有煮菜又怎可以沒有甜品呢 首先將韌成森嚴的酥皮塗了蛋漿 再放入焗爐焗15分鐘 再將蛋白打起站起來 打到它站起來 反轉都不會掉下來 效果就最好了 再將芝士、糖、雞蛋拌勻 再加入橙酒 我就再加剛才我們打起的蛋白 我們加了下去之後 一下一下調調 放下空氣 放入擠花袋之後 冷藏半小時 我們就可以製作果醬 煮用牛油之後 加入士多啤梨 煮到出汁之後 雪半小時 當所有材料準備好 倒出果醬 放了易焗好的酥皮 再折上cream和朱古力碎 重複一次就可以了